咱们这个课程呢同学们 它主要是分享啊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业务课 比如说我讲调账呀 对吧 或者我们讲这个年底观账啊 那个是一个具体的业务 如何去处理 但是像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主要是分享 分享这个问题中涉及到的 政策呀法规呀和风险呀 对吧 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具体啊 上一个老师有学生 我看有的学生说这个事 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能分享吗 他就是工作中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们说出来 你说我一定要形成文字吗 我一定要做一笔分路吗 它不是那个东西啊 咱们毕竟是到了2021年了 现在好多政策呢 我们都在等着 但是确实是还没有等到 那我们就接着等就行了 但是呢有两个事 它可是要开始了 这个事呢不用等 它必然会到来 一个就是咱们个人锁的税的 汇算清角 对吧 还有一个是咱们企业锁的税的 汇算清角 咱们企业锁的税汇算清角 2020版的报表已经出来了 听表说明也已经出来了 相关的政策呢都已经差不多也都有了 对吧 疫情期间嘛 那咱们接下来呢会把这些课程讲完以后啊 会给大家安排一下这个汇算清角 类的课程 我们应该是先来讲个人锁的税的汇算清角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个税这块呢 大家对个税这块呢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啊 你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大概应该是在下周 要开始给大家讲了个人锁的税的汇算清角啊 我们会把这个 这一年来呢 就是涉及到的这个个税的政策 新的啊 当然是给大家再汇总一下 分享一下啊 跟汇角有关的问题 也给大家汇总一下 分享一下 对吧 帮助大家做一下这个汇角的工作 等开始做的时候 大家就会比较快了 一般的是三月 三月份开始吧 记得是三月份开始 咱们上一课呢 给大家说的是这个会计人员呢 做一个往来会计 尤其是啊 你在合同风险中的防控措施 就是你得会看合同 有了合同呢 得会审合同 有了合同得会审合同 在这个审理合同的过程之中 要注意什么问题 分享的是这么个问题 第一点呢 就是有交易活动呢 建议必须签合同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呢 大家可能看见了很多没有合同的业务 对吧 你比如说 去这个美容院做个美容啊 一年你交两万块钱吧 这有合同吗 好多可能也没有啊 可能也是 没有这种合同的啊 大部分没有 还有一些这种不是特别正规的买卖 比如小买小卖 什么叫小卖小卖呢 假如你和个体户之间 而这种买卖 他可能也就没有合同 那没有合同的这些业务呢 他有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纠纷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比较大的单位啊 相对来讲 就比较规矩的像这个公司类的这个企业 他做的这种大规模的长期的这种采购业务 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业务啊 一般的话呢 是都是有合同的啊 都是有合同的 这第一点啊 有交易我们签合同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不打嘴官司 有证据来证明 我们让证据来说话 第二呢 就是有行动必留痕 现在呢 你包括一些这个行政机关呀 什么事业单位呀 对吧 都在弄这个 就是说什么呀 就是业务留痕 业务留痕 实际上就是给这个业务留下证据 对吧 业务留痕 这不就是给业务留下证据吗 你有了这些证据 将来的话呢 就是能够说清问题 你包括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审批的这个过程啊 都是有这个程序的 你像我们有的这个鸦片呢 得经过七八首的审批 或者是我们这个丁丁审批的也有呆妹 是吧 每一步你都做了什么 提交过什么证据 提交过什么资料 那这样的话呢 它都有这个痕迹 既能够明确责任 这个事情是谁做的啊 既能够明确责任 注意啊 既能够明确责任 同时呢 也可以什么呀 追究责任 明确责任 这个事是你干的 那么将来一旦出了问题 那么就追究你的责任吗 这个大家呢 都容易说清 这样一个关系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认真审核授权的文书 这个大家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过工商上的一些业务 或者是其他上的一些业务啊 咱们举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你替你们公司呢 去办这个工商上 呃 营业执照工商就是市场监督管理组局嘛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说工商啊 说这么多年了 比如你要去办这个执照 它就会有一个授权委托书 是吧 再比如说你要去办银行的一些业务 假如你去年年账户 它也会有这个授权委托书 那么授权委托书都授予了你哪些权限 而且你授权委托书这个授权 它的时间阶段是什么时候 这些问题大家都要把它说清楚啊 所以呢 你在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时候啊 别管是单位对外 委托给你 还是你在签署的时候 你把那个文件吧 看看啊 把它看一看啊 或者是呢 人家别的单位啊 如果说这个派人来咱们单位了 一般比如说拿着介绍信 对吧 他拿着授权委托书 你最好是看一看 这个人要跟你谈的这个业务 是不是在他们单位给他的授权范围之内 如果说你跟他谈了半天 你发现他没有这项授权 你这不是谈了个寂寞吗 是不是 没有用 那我们企业业务人员呢 对外签约的时候需要授权 业务人员对外签约的时候需要授权 因为授权你替单位去做这个业务 在有关的介绍信仰授权委托书合同文件上 要可能详细的列明你的授权范围 比如我这次授权 你替咱们单位去采购 我授权你采购的是黄洞 结果你去了以后呢 你发现绿豆挺好 你又买了点绿豆回来了 那如果说公司正好需要绿豆还好 对吧 如果公司根本都不需要绿豆 它再便宜也没有用 你就等于是超越了你的授权范围 那你看你这个买卖的行为 就给公司带来了损失 是吧 给公司带来了损失 那就会有产生一定的争议 那如果说公司要退货 跟人卖绿豆的公司说 你没看那个授权范围 他没有买绿豆的范围 他只有买黄豆的范围 你看这麻烦的范围 是吧 还有呢 这个业务已经完成了 给他的这个授权 按理说就结束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授权委托书上 一般都有那个授权的日期 这个大姐你有印象吗 授权委托书上 是不是一般的都有这个授权的日期啊 我授权你在哪个时间段之内 做什么样的事 这都有授权的日期啊 业务完成以后呢 要尽快收回上位使用的这个介绍信 授权委托书 合同等文件 防止出现一个表件代理 什么叫表件代理呢 这个表件代理 你比如说这个员工呢 他已经离职了 他离职了 下面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下面这个意思 放一块说 离职通知客户 为什么说离职通知客户呢 就是防止出现这种表件代理 且业务人员离开企业以后啊 在与其办理交接手续的同时呢 应该向这个业务人员负责联系的客户 发送这个书面的通知 告知客户业务人员的离职的情况 如果说你没有告诉客户 这个人离职了 这个单位呢 就一直是这个业务员在负责维护 打交道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形成 这个单位就光认这个业务员 只要是这个人来了刷脸 就可以办事 对吧 那就是时间长了嘛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去银行一样 有的时候去银行一样 你经常去 你经常去 那你作为一个出纳的 你可能跟某一个窗口的贵员就比较熟了 那你去了以后呢 就会去找他办事 他一看就会你 是吧 就双脸 那但是呢 你这个人已经离职了 你离职了 尤其是涉及到合同这个问题 要及时的通知 这些涉及到的客户单位 就告诉大家他不做了 以后他的行为呢 已经不是公司的行为了 那如果说这个业务员手里还会有一些空白的合同 要盖了章的那种空白合同单位有的时候不是会提供吗 就方便呀 是吧 或者是手里还有授权委托书 所以那种盖了公章的空白文件 其实风险是挺大的 那如果这个业务员呢 还以这种身份 去做业务的话 这客户就可能会认为 他还是替这个单位做业务 其实他已经不是这个单位的人了 那这个就会形成一种表件带领 这个无形之中可能就会给双方带来损失 给原单位造成损失 给销售单位 业务单位也会造成损失 这个就是合同中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 所以包括授权的这些期限之类的都要关注 第四个问题啊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撤销问题合同要注意期限 撤销问题合同 应该这样段句就比较好理解了 因为你这个合同签的有问题啊 是可以撤销的 这个大家呢 可能在这个合同法学习的时候 或者是民生法学习的时候 你应该是听说过这个观点 这个合同呢 有可撤销的 有可变更的 还有天生就无效的 你比如说违背公序良俗的 违法的合同 本身就是无效的 比如你买了个媳妇 那媳妇能买吗 是不是 你这本身就是违法的啊 违法的或者是呢 你违背了公共利益 或者是违背了公序良俗 这样的合同它天生就是无效的 那么除了这样的以外呢 还会有一些 可以撤销的 可以变更的这样的合同 但是这种可以撤销的合同 这种可以变更的合同 那么大家还要注意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就是你行使你这个撤销权 得有一个时间 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撤销 就什么时候撤销的啊 因为它这个经济环境吧 它需要维护 就得稳定 你说你签了这个合同了 人家也积极的做了准备了 对吧 那准备了半天 你说你要撤销 那不行 所以这个是有时间要求的啊 你至于说变更了 这个还好一些 因为变更呢 它是随意情势的变化 而变化 比如现在的情形变了 我们这个合同呢 需要变更一下 你们只要是双方协商一致 就可以 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 这个倒没有什么时间限制的问题 对吧 但是一般的也都是在合同 主要的义务 正式准备旅行之前 要不的话 人家主要合同的义务 都已经旅行了 你再变更 是吧 你本来要买黄道 我这人康康康 给你进了好多黄道 回来了等着卖给你呢 结果你说你变吧 我不要黄道 我要绿豆 是吧 你这个变更呢 就有点麻烦了啊 所以说都要给对方 合理的准备时间 这个大家应该都懂 是吧 如果客户认为 在签计行动中 有欺诈的行为 不真实啊 欺诈 这个不解释了 胁迫你 欺诈 胁迫 还有什么呢 蹭人之威 欺诈呀 胁迫呀 蹭人之威呀 或者是呢 在事后发现 签署合同的时候 对合同的内容 有重大的误解 就当时没仔细看 没看明白 理解错了 或者是认为合同 权利义务 安排显示公平的 都可以请求法院 撤销合同 这些都是可以撤销的 欺诈不用说 邪过你 还有乘人之威 等等各种情况 但是呢 你这个撤销 是你的权利 要注意 我们有一个诉讼 时效的规定 对吧 这个诉讼时效呢 就可以引到这来 诉讼时效 就是你要想通过 司法的途径 救济你自己 维护你的权利 他得在规定的时间之内 去行权 一般的话呢 这个诉讼时效规定的 对债权 要保护会多一点 他就是说 自 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你这个业务 发生之日起 一般的是 三年之内 去行权 过了三年了 你的诉讼时效 就过期了啊 这个简称为 有权不使 过期作废 那我们这个撤销 也是 你得是知道 或者是应当知道 撤销市由 支持起一年内 行使撤销权 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 撤销市由 支持起一年内 行使撤销权 否则呢 将失去请求法院 撤销合同的权利 你得失去啊 请求法院 撤销合同的这个权利 当然呢 在撤销权行使期限内 提出的请求 是不是能够得到 法院的支持 这还得看你的举证 是不是充分 举证充分 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声音应该是正常的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套设备 每天都是这个声音 今天声音怎么会小呢 大家声音多小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每天咱们 都是这套设备 每天也不动啊 好 那咱们就接着说吧 如果声音小的话 你看看你要不要 调调你的手机啊 什么的 是不是 那么补充呢 呃就是民法典 相关规定啊 补充啊 民法典相关规定 呃我们把这个民法典呢 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民法典呢 作为我们中国的 这个百科群书啊 大家还是都是要理解的啊 大家都是要理解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我给他们 把个通知 这不是还做着抗议的志愿者呢呀 今天晚上还让人们去做核酸呢 呃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 我们给大家读几条民法典的规定 大家看一看 学法律呢 就是读法条 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呢 也要把这个法条呢 把它好好念一念啊 基于重大误解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 而重大误解 啊 实施的这个民事法律行为啊 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仲裁机构 予以撤销 这是第一点 重大误解 这是可以撤销的啊 什么叫重大误解 这个法律上是有解释的 比如你对于合同的关键部位 比如在产品的质量 它产品的标准 理解上有了误差的 这叫重大的误解 你要是鸡胞蒜皮的一些 不疼不痒痒的边缘问题 那个谈不上重大误解 那一方以欺诈手段 就是欺诈人家 骗人呗 是吧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法律行为 受欺诈的人 有权利行使这个撤销权 还有一方或第三方 以胁迫的手段 那胁迫人的 使对方呢 在违反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胁迫人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它其实还有一个 撤人之威 这个胁迫要挟你 对吧 比如说有一个技术人员 有一个技术人员 你一直想把它挖到你们单位来 就挖不动了 结果你就说 我有你什么犯罪的视频 在手里呢 不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视频给你传到网上 哎你看胁迫 还有一种乘人之威 这个乘人之威的行为 也是可以撤销的 可以 什么叫乘人之威呢 乘人之威跟胁迫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某工程师 一直想被这个一个单位挖走 但是呢 他不去 而这个工程师呢 今天领着他的孩子去公园里划船了 这个对方呢 就就就就就让这个孩子落水了 不小心把这个孩子落水了吧 这个工程师呢 不会游泳 然后对方就说了 你要是说答应去我们公司上班 我现在就把你的孩子给你救上来 那要是你 你也答应啊 这就叫乘人之威 他把孩子给你救上来了 回头你就去仲裁他 起诉他 乘人之威 然后让你跟他签订了合同 这个是可以 这个被撤销的啊 所以受人胁迫 跟受乘人之威 这是不一样的啊 胁迫呢 就是吓唬 胁迫就是吓唬 抓了一小辫子了 是不是 撤人之威呢 就是在人危难的时候啊 要挟人家 撤人之威道德上会更差一些 那你说你跟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合作共赢呢 是不是 必须得撤销跟他的合同 一天都不想看 那怎么工作呢 这些都是可以撤销的啊 当然我刚才说的都是说什么呀 劳动合同举了例子 其他合同也是一样 比如我这东西不想卖给你 是吧 你撤人之威 或者是欺诈也斜魄也 非得让我卖给你 这都是这种意思 一个意思啊 那么拿人事关系来举例呢 可能就够好理解一些 那么第152条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啊 这个撤销权呢 消灭 什么时候你的撤销权就消灭了呢 因为这个撤销权呢 它是有年限的啊 就是知道货应到支持起 一年之内嘛 如果说你不是在这一年之内 去申请这个撤销权 因为事都过去了 事都过去了 大家都已经认为 这个没有问题了 对吧 所以你再去申请这个撤销 可能会扰乱 已经很平静的社会关系 那么你要想申请撤销权 你得提供证据 你得有证据证明 你符合撤销的这些理由 你得有证据证明 你符合撤销这些理由啊 那么撤销是有理由的 对吧 那拿出来证据啊 你不能说你拿嘴去说吧 是不是 所以说证据很重要 你说现在这个取证 那可比过去要方便多了吧 是吧 过去你说我们有什么呀 而且像过去这个录音什么呢 都不能作为证据 但现在你说录音啊 录像啊 什么声音啊 都可以作为证据吧 声音现在都可以做商标 而且现在你说这个自媒体 这么发达 抖音啊 什么那个 什么快手啊 是吧 这些东西 你发一个视频 你把它抖到网上去 这一下子瞬时间都火了 你别管是正火还是复火吧 反正是火了 所以因为现在呢 取证的途径很多 取证的途径很多 所以这个人呢 就要有这种 取证意识 取证意识 当你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如果说怕他这个 有这个经济纠纷 那你可以留证据 像我们原来谈业务的时候 好的业务特很难谈 那可能就会带着录音笔去谈 你带着录音笔去谈 因为有的时候说不清事嘛 或者是两个人之间就谈了这个事 那可能将来呢 他就不认账了 比如说一些药账啊 或者一些比较难缠的问题啊 对吧 那你知道谁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这个手机开着录音机呢 说起来大家会比较恐慌是吧 你知道谁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包里装了录音笔呢 对吧 现在录音笔都不用装 手机 反正你看着吧 老跟你说话 你手机老是黑着屏 老是看他 老是鼓着他 但不是说给你录了录音呢 你小心点啊 当然了 你正常的业务 你也不怕呀 说呗 还留个证据呢 是不是 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取证的途径很多 也很方便 我们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当然你的出发点 一定要是正确的啊 正确的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留下一个不 证据就是以备 将来的不实秩序 这也是很有必要的 是不是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哈 撤销权就消灭了 什么时候就消灭了 当神知道或应当知道 啊 撤销是由知识起一年之内 重大误解的当神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 撤销是由知识起的90天之内 你没有行使撤销权 要注意啊 知道或应当知道一年之内 重大误解是90天之内 你不行使撤销权 这撤销权就没了 那么大家你知道什么叫 知道或应当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个知道或应当知道 何从这个事件发生之起 这两码事 比如说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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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啊 比如说这个张三的走在马路上 哎 结果呢和他素来不合的李四 看见他了 好不容易逮着他了 看他生气 啪 然后拿一板装 拍着他一下 那你看 一下子把他拍懵了 你说张三知道是李四拍的他吧 知道啊 你看见了呀 知道或应当知道 那醒来以后呢 马上可以起诉他 这就叫从知道 或应当知道 这次起 起算 啊 哎呀三年吧 啊 这人身权力受到伤害的 现在 这也是三年啊 原来人身权力受到伤害的是一年 后来了 我今年在出击之冲 这个书中好像没太注意 这个啊 回头我再看一看 但是我跟你解决 解释的是知道 或应当知道啊 那再比如说 这个张三呢 在路上走 还是在路上走 啊 有人在后边拍了他一下 一拍倒了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 他也不知道是谁拍的 这叫什么 事情发生直起 啊 事情发生直起 如果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你比如说民事诉讼的话 一般是从知道或应当直起 三年 如果说你不知道 就从事件发生直起 二十年 两码车 比如说张三多年走访啊 在第21年的时候发现 当时从背后拍了他一拍 装的人是李四 这个其实已经过了 最长搜索 学校 那么你通过法律呢 来解决的话呢 嗯 一般的也就不保护了 因为你就抽期了嘛 啊 这个叫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啊 这个就叫知道 或者是应当知道 还有自事件发生直起 啊 自事件发生直起 这个区别就知道了吧 所以说行权要及时 你不要说躺在权力上睡大觉 诉讼时效一地谚语嘛 就是法律不保护 躺在权力上睡大觉的人 啊 要及时 第一点啊 撤销权啊 一年之内就行 是重大误解九十天 你重大误解 你反应过劲来了 你赶紧找啊 是不是 第二呢 当事人受胁迫 自胁迫行为 终止之起 一年之内 没有兴使撤销权的 而没有人当时呢 他胁迫你去了这个单位的哈 胁迫你 同学们 证明你有价值 如果说为了挖人的话 胁迫你 那证明你有价值 你当时这个单位以后呢 发现也不错 得到重视了 是吧 领导们非常的尊重你 而一个劲的被 因为当时胁迫你来公司 给你道歉 不得一而为之 你实在是太想让你来了 是吧 你觉得挺好的 就在这干呗 反正在哪也是为了生活 你看你认了 那你认了 那怎么着啊 那我们就这么着呗 是吧 你就没事吧 这胁迫 第三个呢 当事人知道撤销市由后 明确表示 以自己的行为表示放弃了 就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这个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你同意了 对吧 你同意了 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权利 你觉得现在也挺好 你觉得现在也挺好 那么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之期五年之内 你看 这叫发生之期 同学们 五年之内 没有行使撤销权的 撤销权就消灭 这个其实在法律上叫除斥期间 叫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要注意 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之期五年没有行使 是发生之 那个呢 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现在我说清楚了吧 一个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一个是发生 前面打了一板转的 是知道或应当知道 后面打了一板转 没有发现 没有看见当事人的 那就是发生之期 发生之期 让你去行权 给你的时间就会长一些 因为你得到处的去找证据呀 是不是 找这个证据 但是知道或应当知道呢 简单明了 这个就短一些 这个能理解了吧 所以别管是 合同法 它也是民法的一种嘛 所以它的规定 还是大同小异的 理解这个问题 第六个呢 就是注意定金与定金 这个一字之差 可是可能会引起 大的合同纠纷和法律责任的 有的时候呢 这个律师啊 好多大合同签订的时候 人都带着律师去啊 带着律师 术师 这些人去 给他评估这个合同的风险 甚至是说呢 就是帮他看看合同 可能就因为这个字 律师就会要你多少付费 因为你不懂啊 因为这个字 它跟它这个含义 它不一样啊 是不是 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 当事人可能为了确保合同旅行 而要求向对方交付定金 由于定金呢 有特定的法律含义 所以你务必要注明 你交的这个钱 它是定金 不是预付款 所以大家 我们有一个快递科目 叫预付账款 是吧 预付账款 跟定金 可不是一回事 而预付账款 就是你们在买卖货的过程之中 你肯定需要先付一部分 但是这一部分 是不是会起到定金的作用呢 那不一样 这个定金啊 它其实是合同的一种担保方式 这个大家呢 作为会计 你应该觉得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这个问题 我简单的跟你说一说 这个合同的担保方式呢 它有人保 有物保 还有这个金钱保 人保 物保 还有这个金钱保 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吧 这个人保 你比如说 你找一个保证人 是吧 比如说你要贷款 我呢 特别有钱 你就跟颜行说 我贷一百万 刘老师给我贷款吧 结果颜行一审核我的资质 我一年可以收入一个亿 那贷一百万 它高兴了不行 立刻贷给你 这人保啊 所以找个人 给你提供担保 将来你要还不起钱的话呢 他会来找我 替你还 那首先 我得有偿还能力 我如果比你还穷呢 我怎么给你做人保呢 是不是 所以这是拿人来保 还有一个呢 就是金钱保 金钱保就是这个定金 这个定金呢 也是为了保证合同的旅行 金钱保 它有一个定金的作用 它跟预付款是不一样的 预付款呢 就是因为买卖过程中 你需要先付给我一部分 但是定金不是 定金罚则 说收取定金的一方 如果违约 收取定金的一方 如果违约 你要双倍返还定金 支付定金的一方 你要违约 定金不退 定金不退 所以你看 如果说你支付的是定金 那你这个就不会 随随便便的去违约了 因为你付了定金 你二人为了约的话 人家不退的你 你这不就等于把钱浪费了吗 就白了 对吧 所以这个叫金钱保 还有一个呢 叫物保 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大家呢 如果说有做过贷款的 给你们单位 你是不是做过那个 房产抵押呀 现在这个房产抵押 都简单了 就是在那个房本上 写一个抵押 过去的话 是有个他向权利证明吧 我不知道啊 就可能是跟银行 跟银行不一样啊 我们这边就是在房本上 写上那个登记室友 在房管局备案就行了 但是我最早的时候 给单位办保险的 办这个贷款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个他向权利证明 因为这两年 办这个贷款 不是我的业务 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我见过的是两种形式 一个就是说 出具他向权利证明 房本不押 房本不押 他向权利证明 一个蓝本本 房本一般不是红本本吗 对吧 后来呢 这两年接触过贷款 前两年就是在房本上 写上抵押事项 哪年到哪年抵押了 银行在那上盖章 你去房本 你去登记一下 这个就是一种误保 这叫什么 这叫抵押 抵押呢 可以是动产 也可以是不动产 但是它必须得登记 方可生效 登记方可生效 此时呢 不需要转移 对这个担保物的占有 也就是你的房子 其实我们如果按键买房的话 就是一种担保嘛 是吧 你拿你的这个房子 作为抵押物 然后去银行贷房贷出来 这个时候房子还是你住的 不需要转移 你对这个担保物的这个占有 不需要转移 你还是可以住着的 你就是呢 它在权力上 实际上已经登记过了 这样权力上有瑕疵 比如说你要出售的话 这个可能就会麻烦 还有一种呢 叫质押 这个不动产是不能做质押的 可以做质押的就是那个权力凭重 还有动产 质押呢 是要求转移对这个物的占有的 比如我拿我的这个一张成对汇票 去你的质押了 那我得把这个成对汇票给你 你得去拿着 就不能在我这拿着了 还有一个呢 叫留置 这个大家听说吗 什么叫留置呢 比如你给我修电视机 我呢不给你修理费 你就可以不给我电视机 什么时候我给了你修理费 你再给我电视机 这就叫留置 留置的话呢 你肯定得是动产 是吧 不动产怎么留置呢 这个就叫担保啊 那我们会计用的比较多的话呢 定金和定金 这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想让你付的这个运付款 起到担保的作用 那么你必须得给他 量名身份 他是定金的身份 一旦使得定金保证金 或者预付款这样的字样呢 没有明确的表示 这个定金法则 法院没办法认定这是定金 没有办法起到担保的作用 定金法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 支付方如果违约定金不退 收取方如果违约双倍返还 这一点你要知道啊 定金法则 所以说你看切合能重要吧 如果你想让你付的这个款 起到这个作用 约束对方 当然也约束你自己啊 所以因为这个合同 它是双方的啊 不是说光约束了别人也会约束了自己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写清楚 第七个呢 是保证条款要明确 如果需要对方提供保证担保的 在与相关客户签署保证合同的时候 务必表述 由保证人为债务的旅行提供保证担保的明确意思 避免使用由对方负责解决呀 负责协商呀 等含糊的表述 否则法院没有办法认定保证合同的同意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保证 这个保证呢 它是用人保 人保人来保 当然这个人呢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单位 都是可以做保人的 但是法律上呢 对于这个单位 它能不能做保人 它有一些限制性的规定的 比如说国家机关 比如说纯事业单位 还有这个上市公司 等等 它是不可以给你的债务承担一定的保证责任的 比如连贷保证 它不可以啊 因为你跟国家机关 它这个主要是搞经营的是吧 它还能天天给你的债务承担保证啊 但是如果说是以国家作为经济关系主体的 那个就除外了啊 那么大家呢 你一定要在合同中说明 这个是保证 是保证 就说清楚 这就是保证 将来如果说还不起钱 就是他来还 而不是说他负责解决呀 负责协调 说的特别模棱两可 那你的合同就没有担保了 有风险 那这个保证呢 它有两种啊 刚才我们说了 而且这个保证的合同法和民法点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东西啊 那我们就是为了业务需要向他人提供保证担保的 无论是债权人还是保证人 在签署保证合同时写明保证期间的期指点 什么时候开始保期点和终点要注意 如果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期间是为主债务履行期借满之期六个月 你没有说保证什么时候开始 那就主债务履行期借满六个月之内开始保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借满了 这个人还不给钱 我们才会发生纠纷 对吧 六个月之内 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时间保证就无效了 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的 视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啊 你这个保证期间你比那个主债务履行的期限还早呢 你比他那个主债务履行期限还没到期 你保证结束了 那你等于没保证 是不是 那是到期了合同无法履行 这个保证才会发挥作用 那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你看啊 这种话 这个大家考试的时候可能会见过这种话 所以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 尽量把话说清楚不要说的磨了两可 比如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 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 等这类似有别的借款合同啊 因为借款是必须要有保证的 必须得有担保借款 你没有担保谁会把钱借给你了 那我们就会认为的约定不明 一旦约定不明 这个保证的时间可就长了 保证期间就是主债务履行期借满 支期两年 主债务履行期借满支期两年 这个就是保证合同约定 这个能理解了吧 所以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呢 尤其这个借款合同 它最后都会有一项这个担保的条款 大家可以把这个担保的条款看一样 你想想你要说 不这个不担保 人银行怎么可能会放心的把这个钱带给你呢 对吧 咱们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个政策啊 学合同法嘛 这政策得了解一下 我们虽然选择连贷保证 还是一般保证取决于双方的磋商 就是你是连贷的还是一般的 什么叫一般保证 什么叫连贷保证呢 它这个保证的责任就是不一样的啊 保证的责任是不一样的 什么样呢 你比如说哈 这个合同到期以后 或者是这个债到期以后 你要先去找那个债务人还 债务人亲近他的所有还还不起的部分 那你找我保证人来还 这个就叫一般保证 那在这个一般保证中呢 债务人和保证人 他们之间的义务是有先后顺序的 先后顺序的 那么这种保证啊 就是对债务人也能起到保证作用 但是它有先后顺序 但是连贷保证的就不是 连贷保证的就是说 只要是这个债务到期 你作为债权人 你可以和债务人要钱 你也可以和保证人要钱 就是你跟谁要都行 你觉得谁好说话呀 谁更有钱呀 你就可以跟谁要 他们之间有同等的付款义务 没有先后顺序 所以大家你看看 连贷保证对你的保证程度 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个合同 有三个人给你做保 再加上一个债务人 那么你这个业务到期以后 你可以同时跟四个人一块要钱 你知道哪个人好说话呀 对吧 分分钟就把钱给你了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就更有利于你债权的实现 所以连贷保证和一般保证的区别 能分清楚了吧 一般保证就是保证人和债务人 主债务人啊 因为那个属于毕竟是次债务人 他们之间有先后顺序 债务人弄不成了 那保证人再来给 但是连贷保证呢 没有先后顺序 没有先后顺序啊 要注意一下 保证合同 我务必要写清楚 到底是一般保证还是连贷保证 如果你没有写清楚 那就视为连贷 为什么说过去的很多法师这么规定呢 因为我们要更倾向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大家你说是不是 连贷保证 是更能够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一种保证方式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连贷保证 民法典686 687 688 说了三条关于保证的 所以咱们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啊 保证呢 它包括一般保证和连贷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呢 对保证的方式没有约定 或约定不明的 哎 调过来了 按一般保证常态责任 所以这个民法典呢 跟过去的那个合同法 保证规定它不一样 在原来的时候呢 你一般保证和连贷保证分不清 认为是连贷 现在呢 你一般保证和连贷保证分不清 它认为是一般 暗暗就正好掉下来了 其实这个也比较公平是吧 你不能说因为分不清呢 你就把人家这个保证人给捆上了 等人压了这么大一责任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公平一些吧 你觉得呢 那么民法典的第687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 有保证人承担 这个就是一般保证 那么688条说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贷责任的 叫连贷责任保证 现在听明白了吧 我刚才举的是不是这么个例子呀 债务人和保证人之间承担债务 有相后顺序的 也就是债务人先上 债务人弄不成了 保证人上 这就是一般 那如果债务人和保证人之间 对这个债务的承担 没有相后顺序 两个人你想跟谁要跟谁要 他们两个人不能推脱 谁都有义务还你钱 这个就叫连贷保证 那么连贷任保证的债务人呢 不能履行到期债务 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的时候啊 债务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 也可以请求保证人 在保证的范围之内承担保证责任 你看他可以找债务人 他也可以找保证人 你这样的话 你能找的这个人就多了 你能找三个人给你还钱 比能找一个人给你还钱 那么你得到还钱的可能性 肯定是更高一点 对吧 所以这种方法呢 对于我们这个债务人更有效 就是连贷保证 那你比如说假意双方呢 2020年11月份签订了一个保证合同 此时 那民法典生效了吗 没有对吧 民法典不是2020年1月份生效吗 那么没有明确约定的保证方式 因为我们在民法典签订之前呢 如果说你没有明确 连贷保证还是一般保证 我们要视为连贷的 所以因为你这个合同发生的时候 它的民法典还没有生效 那你得看业务发生在什么时候 就是跟全能发行制似的这个是吧 那我们得按连贷保证来处理 即使你的纠纷是在2021年以后 因为你发生在民法典生效之前 它还没有生效呢 你不能去试用它 对吧 法律没有生效呢 你就去试用啊 那等于没依据 是吧 如果双方呢 在2021年1月份以后签订保证合同 此时民法典就生效了哦 那么没有约定保证的这个方式 我们按一般保证来处理 所以呢 我们民法典实施之前 签的合同 仍然要按合同法处理 因为当时合同法是有效的 这再次说明什么呢 新法优于旧法 新法优于旧法 因为民法典一旦生效了 它就会优于合同法 但是在民法典没有生效 合同法一统添价的时候 那出了合同的问题 就得去看合同法 一旦有了民法典了 合同法这块呢 它就成了民法典中的一项了 是吧 因为我们前面也分析了 民法典中大概有 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在讲合同 那么对于民法典 与合同法不一致的地方 要特别予以关注啊 特别要予以关注 你就盯住2021年的1月1号就行 1月1号之前 我们要遵从合同法 1月1号之后的业务 我们要遵从民法典 所以大家你说 我们让大家读一度民法典 这是有必要啊 当然是有必要咯 你做一颗会计 你怎么着也得会看合同吧 是不是 你不会看合同 那你怎么去界定这个 这个权利义务啊 怎么去界定这个权利义务 怎么去界定这个风险呢 所以咱们必须得是会看啊 第九个呢 注意保证期间 我们要采取一般保证方式的这个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没有偿还的 债务人务必在保证期间内向债务人和保证人提起诉讼或者是仲裁啊 采取连带保证的保证合同所担保的债务到期后没有偿还的 务必在保证期间内也可以证明有效方式向保证人明确要求其立即履行担保责任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你在保证合同有效的期间之内去请求你的保证权利都是有有效期的 如果债务人没有约定保证期 那么保证人呢将免除对债务人的担保责任 要注意啊 你没有在保证期内行权 保证人呢就不对你提问担保了 你不行权嘛 是不是 你不要呀 你不要导证保证期间结束了呀 所以人家还管你呀 不管啊 一定要及时行权 这也就是我们讲往来会计 比较重要一个点就是要及时去清理你的往来 没有同学们 嗯 虽然说我们会计结账吧 是在12月31号 按现在来讲呢 我们走的已经是2021年了 对吧 如果在会计期间 但是你不要忘了咱们中国人的习惯 咱们中国人习惯什么时候还债呀 是不是年底啊 啊 就是黄世人也是过年的时候才跟养白老要账的 是吧 年关年关嘛 那对于欠钱人来讲年关难过呀 所以咱们还是以这个过奴隶年 好像是做一个还账的标准比较多一些 对吧 你要跟人说我快年度快结束了 啊 我我这个12月底快来了 你把钱还给我吧 一般不还你 对吧 你要到腊远 那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再去跟他要账 好多时候是不是可能就还回来了 而且好多单位呢 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促销 充量 完任务 对吧 啊 促销充量 完任务 那你这些东西呢 它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往来的问题 你现在呢 单位一般的都得要账吧 过了腊疤就是年 你再不要账 啥时候要啊 啊 而且这个时候要账应该也好要一些了吧 大家都知道年底还账啊 所以现在咱们作为一个往来会计 难道你不应该把你们单位的往来扒一扒 让人看一看吗 我今天就跟我们一个单位对了一天账 人家把那个预收 预付 其他应收 其他应付 都给我弄出来了 让我一笔一笔的去给他对啊 凡是我们开始接手记账以后 切除预额是准确的 一个也没有错 因为这种往来的不会错的啊 你付一笔然后呢你充一笔 对不对 你付给他钱 他给你来货 你收了他钱 你给他发货 对不对 这个是不会错的 我们是从2017年的6月份 接的他的账 2017年6月份接的他的账 没有一笔错的都对 错的都是什么呀 错的都是没有期出数的 但是你想为什么没有期出数 这见账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企业吧 年销售额大概就是不到2000万 不算很大吧 但是也不算很小 他是卖这个什么的呢 他是卖这个设备的 那设备比较贵啊 就是一个设备可能就一两百万 一两百万 如果说这一年出这么几套设备的话 他可能就一两百万就有了 所以平时呢 大部分的业务都是这个往来费用 收入的时候呢不是很多 因为一年他就那么十几个设备 一把开票就开走了 他这个企业呢 当时就是找了一个那个个人的会计 找了一个个人的会计 再加一几账 他家里计账呢 这老板当时是没管 老板老板娘都是体制内的 都拿着百万年薪呢 但是人家是技术杠 所以就自己家里又开了这么个买卖 找人干的 原来手下一个挺有能力的小伙子 人家从体制内给弄出来了 给他看着这一摊子 昨天我还看那小伙子发了个朋友圈 与我们两个人年龄一样 他说回忆起自己在体制内的生活 我想给他评论一下来 然后来想拉倒吧 这毕竟是一道老板呢 那他肯定会想 他在体制内的话 如果现在这种疫情项目 河北这么封锁 他肯定是有收入的 是吧 但是你看你现在出来了 你给人家干 你不上班可能就没有收入 这就是区别 他们家呢 一开始建账的时候呢 因为没有账 就是原来他找那个会计呢 就没有给他交账 没有账 就是愣给他建了一套账 因为没有账 他也没有实际的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没有账 可是你真实的往来是多少啊 你应该知道吧 他也不太知道 因为你看他一个人 他又有管着生产 又有管着销售 他还管着账 对吧 他没有那么大精力 所以那个账上 比如说应收账款 五百多万 是吧 那应收账款五百多万 他都是什么呀 虽然说我们没有账 但是你真实的是多少 你能给个数吗 是吧 如果说真实的你给个数 差额部分 我们可以调到一个综合调账 或者去等着他 可是这个他也给不了 这个给不了呢 那就是但是他知道 他有几个大客户 那没办法 那就只能是把这些钱 都怼在一个客户面下 太大的话 就可能怼在其他客户面下 他没数 所以我们就是根据报表 给他倒推了一个仗 平是平了 但是呢 往来下面都不对 这个小伙子管到二零 管到二零一八年年底吧 管到二零一八年年底 二零一九年上半年的时候吧 他就实在是顾不着了 因为事太多了 业务也多起来了 就是老板娘自己管 老板娘理工的 学理工的 干技术的嘛 特别严谨一个人 但是他他再严谨 他再是干理工出身 他不是干财务出身的 就是他思考问题的角度 还是跟咱们不一样 但是他特别严谨啊 女的干理工 其实特别严谨 人家把这个仗呢 从一开始就都给我捋出来了 今天让我跟他对 对了两天了 昨天对了一天 今天又对了一天 昨天是对 今天是调 结果呢 调来调去呢 全部都是因为他是起初 人家那个业务从开始啊 到结束 因为他管着钱呀 是吧 通过银行啊 通过发票认证系统啊 一把一把的全都刀出来了 跟我说怎么怎么回事 那你看我要跟你调的话 你涉及到年初数 都没有了那种 是吧 或者是涉及到年初数 都错的那种 那咱肯定是不能通过 正规的图形 给他调出来了 你本来就没有年初数 你比如说有个账吧 有个账吧 预付账款是贷房30万 大家想想 预付账款贷房30万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欠人家30万 对吧 预付本来应该是在借房 有额额 可是如果说你在贷房有额额 那就意味着咱欠人家30万 他当时跟我说 没有这30万 我跟你说的是个整数啊 就是好好理解 那你说我就比较那个什么了 如果说你说是300块钱 3000块钱 这个咱也好呢 3万块钱当不住 也好呢 可是你是30万 那么30万的话呢 这么这么大一个数 那就必须要找一找 为什么 是吧 就是3万块钱 其实三分天你也应该找 但是咱就知道他这个账的七处有问题 他不好找出来 那我就把从我们开始建账的时候 那个全部的账号 全部给他打出去了 让他去看 他定了 对了半天呢 他对账的角度还是不一样 他就一比一比的履业务 一比一比的履业务 他因为你说这个对账 你应该先看哪 如果说我今天让你跟我对这个账 你应该先看哪 就他这种情况的账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就对不上账 他起初建账的时候 就是根据报表建的账 现在呢 他的余额跟实际不一样 差30万 本来余额应该是0 平的 但是却有代方30万 就意味着咱们要付人家30万 是吧 你看我把所有的账头都打给他 那就是一比一比的对 一比一比的对业务 拿着那个银行流水 拿着那个认证发票的那个发票 还真是费得进了 但是他跟我说了半天 我就知道他有个活干的不对 我说你看张建 你第一件事 应该去瞅一眼 七出余额 你说是吗 同学们 影响你七末数的 首当七出 是你的七出数 你应该先影响 先去看七出余额 我当时我就看了 那个账七出没数 就是我们建账的时候 七出没数 我就提醒他了 我说你看看七出数吧 他应该先去看七出余额的 明晰账肯定是 因为我把明晰账导给他了 但是他应该先去看七出余额 他通过这个七出余额 通过这个七出 他都没有 他啥也没有 他原来那个会计呢 就没给他账 凭证都给他弄没了 那是啥也没有 账也没有 凭证也没有 什么都没给他 我们等于是从报表 那个纳税系统里边 导出来一个报表 通过报表 让你都传了一套账 所以他啥都没有 现在要跟我对账 我跟他差30万 那我就说他了 我说他费老大劲了 你想想那个是他一个 大的这个雇余商 哪一笔一笔的 他说你看你这个业务 付一笔收一笔 收一笔付一笔 这个都对着呢 可是就是对不上 我说那你看张姐 你应该先看七出余额 你应该先去看七出余额 哎呀 结果他看了七出余额 他想起来 当时你看你2017年 7月份减的账 你没有七出余 他说我2016年 跟他发生过业务 我当时呢就是给他付过30万的预付款 可是他没有给我开过来票 2016年发生的 我说你看这个事就有了 2016年咱们给他付过款 他没有给咱们开过来发票 那么账面上七出应该有一个预付账款 借发30万 你现在账面上是预付账款 代发30万 他俩正好是平的 而且你现在的余额也正好是平的 这不就对了吗 因为你没有七出 七出是没有数的 对吧 进账的时候这个户就没有数 所有的数都怼在其他的户上去了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平这个账 那你怎么平呢 是吧 那就只能是看他还有一些虚货 比如当时他的其他应收也对不上 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都挤到老板名下去了 那同学们你觉得我要怎么调这个账 30万 对了 其他应收也是虚的 预付也是虚的 那你就只能用其他应收和预付去调一把了 有风险吗 有 肯定是有风险 这就等于是自己跟自己玩了 那没办法呀 因为你账就这样啊 所以说这个七出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个专业的人 他和不是专业的人干活还是不一样 当然这个老板娘特别严谨啊 人家把这么多年的一笔一笔全对出来 他必须得承认 从我开始寄以后 我没有给他寄错一笔账 但是差这么好底十万的余额 是因为他的七出引起的 是因为他的七出引起的 那么你这个七出不对 肯定是不对 所以大家如果说将来呢 你去做这种调整的话 你先去看一看你的七出 先去看一看你的七出有没有问题 看看你的七出对不对啊 如果说你的七出能对上 你再接着看你的发生数 这样的话 看看哪一笔有问题 你不要上来就 明星掌一笔一笔的去对 一含从管队长当拿出来 那你对了半天 七出不对 你说你费劲了呗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可以先去看七出 是吧 七出没有问题 我再来对发生数 是吧 有道理吧 这是不是可以 怎么样 这是不是可以节省时间 你半天 你七出都不对 你对了半天 所有的发生数都对 对了两年多的账 17年 17年下半年 18年19年2013年多的账 都对 还是对不上 七出数吧 所以这个就是专业的会计 和非专业的人对账的区别 如果一开始一眼一看 哦我的七出是零 他的七出有三十万 这不一把眼就看出来了吗 干了半天活 是吧 今天我听我的学生一个接着跟我说 他们那个 原来把本来这个课是我要讲的 但是后来我因为 他们这个教务安排的不对 我那个时间呢 正好也有点紧 我就没有讲 现在呢 他们这个老师讲了半天呢 他们觉得不太适应 不太适应 就是不太听得懂 因为毕竟是专阶本嘛 人家明年只有一次翻盘的机会 就是考上本科 那孩子们特别的激动 一个进的找学校 让学校换老师 我说你看你这样做的不对的 你得这个去适应这个老师 人家说我们适应不了 我们天天听课 其实我们听了个寂寞 我说啥叫天天听课 听了个寂寞呀 这样我还是第一次听 所以我今天也学会了 你对了半天仗 你这不是对了个寂寞吗 白对了 一眼就能从七出上看出来 结果对了三年的仗 天天听课 听了个寂寞 今天好几个人跟我说 我说这天天听课 听了个寂寞是啥 你的听课 还能越听越寂寞呀 那你看我们这老板 今天也对了三年账 对了个寂寞吧 一眼你一看七出数 这账不就不用对了 七出有问题 那七末肯定平不了 对不对 现在的孩子们有意思 闹腾 我说你看你把这个闹腾的 这个事 闹腾的这个时间 节省下来去看书呢 看不了老师 我们都快烦死了 因为这些人吧 他那个暑假的时候 跟我上过一次课 这就是先入为主了 暑假的时候上了一次课 先入为主了 因为咱给人说的比较仔细 有点举例子 要是怎么着 因为咱毕竟也干过会计 这个业务 给他拿实际的业务 说一说 他哈哈一笑挺高兴 他就记住了 现在的这个老师呢 可能理论性给他讲的强烈 他受不了啊 天天在说听课 听了个寂寞 拿那个各种微信图片 在那找我 所以现在这个孩子们 也是挺有意思 他这个为啥没账的 就是因为他原来 找了个个人会计 这就是会计的职业道德问题了 找了个个人会计 这个个人会计呢 当时在事务局呢 也是有名气的 因为他带的账比较多 好多户呢 都是他管着 你这样的话呢 但是呢 人家事务局的人发现的 就是他的账 报的不如原来基石了 后来听说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 身体不好 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 干好这个活 但是他可能还需要这个钱 因为本身就生病了嘛 这咱也得理解人家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收了人家的这个账 不给人家做 过不着 就是愣报税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想想 16年17年的时候 个税也没有现在管得这么严 个税就报一个人 然后呢 增值税肯定没有问题 增值税你看有肖像 有镜像是吧 他这个肯定能报出去 所得税成本随意解转 所以他也这么报了几年账 市务局呢 提示出来了 说他这个账有问题 才找这些企业 告诉他们找他 敢找他的时候 都已经找不到了 打电话也打不通 人也联系不上 就是躲起来了 因为他没有账 当时我还跟那些企业说 我让你们去跟他好好谈 就是你们可以出钱 把那些评仇买回来 你给他点钱 对吧 你把这几年没有记的评仇 我们都规规矩矩的给你了 你给我们买回来 买回来以后呢 咱可以想办法 帮他把这个账建起来 就这个都弄不回来 根本就不建 现在也没有 所以这个账呢 就导致的全部都是根据 这个报表上的 这个报表 报表说 从系统里面打出了报表啊 是吧 你报税系统里面 不有这个增值税报表啊 什么财务报表吗 从系统里面打出了报表 给他倒推了一套账 建起来的 这就叫什么 你说当时也想盘点建账 盘点建账 就是先盘点盘点 你的实际情况 是吧 把你的这个真实的业务 都写上去 剩下的业务呢 再可以这个往后放 往后放 对吧 但是呢 做不到 因为他连真实的业务 是什么样 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太乱了 一个人 所以这个账 给他做到现在 已经调得非常不容易了 当然了 你账丢了很严重的 你这属于是 会计评论丢失 对吧 会计评论隐匿销毁 任意处置 是可以判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 但他确实是找不着 没账 都没有 有一个企业更倒霉 有一个企业 从成立就开始 让他给记账 这个会计原来口碑是很好的 挺好的 也都挺规律 但是呢 自从让他记账吧 就没有忘回要个账 你得要回来吧 同学们 你看我不知道 咱这里肯定有干财务公司的 如果你有干财务公司的话 你到年底 你们不把这个账打好 交给客户吗 你像我们 我们都会把这个账打好 贴好 账啊 凭证呀 什么纳税申报表 各种表 给人打的整整齐齐的 都会给人家送回去 让他们来我们家拿 或者送回去 都会给人家 这个企业呢 找他做了这么多年账 当年底的时候 从来没有忘回 要过会计凭证 一直都在他那 所以没了 都没有了 原来也不给 原来做的挺认真的时候 那些也不给了 在后来这两年不做 这个更不给了 都没有了 所以他等于是没有会计档案 那没办法 这样的单位还不少 不少 好多单位都原来的东西丢了 保存不好 保存不好 你这些东西 按理说你财务公司 你们单位有那么大的地儿吗 你要愿意留的话 你可以压一年的账 我觉得啊 压一年基本上也就够了 是吧 你这一年如果说发生什么业务 怎么犯一犯 你压人家好几年的账 在公司里放着呀 我们是不放 我早都定好了 因为我们这封锁呢 哪有不让去 所以他们拿不走 他们要是说能来的话 早就让他们拿走了 我一般的都会留两个月的评论 11月和12月份的评论 咱就留下了 万一要翻个发票什么的 比较方便 剩下的咱都让人家拿走了 人家拿回去 人也安心 咱呢 家里也没那么大地儿 给人留着那个 所以他是没有 没有这个课程 因此呢 就只能是怎么着啊 就只能是给他那样 倒推了一个账 倒推了一个账 倒球 倒推倒球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很麻烦 很麻烦 明白这些意思了吧 所以这个对账的 也是有很大的学问的啊 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通过跟我对账 就准备要一个真实的 这个数 准备要一个真实的这个数 人家从此以后呢 就是想让往来对上 所以对账是有结果的 往来对上 从现在开始 人将来的往来 就是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个老板呢 还是 老板娘呢 还是很有意识的啊 今天对了一天 基本上就等于是对清了 接下来就得看看 给他怎么调了 这个可不好调 不好干 他还有一个问题 我要提示同学们 他还有一个账呢 就是乱在哪里呢 就是乱在了重复记账 这个重复记账吧 怎么说呢 就是全职会计和这个兼职会计之间 它的区别 你比如说你是全职会计吧 你可能就是长期的就在那上班 你就干了一件事 不要单一 对吧 但是你要是兼职会计的话呢 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 你比如他有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他这个开这个红色发票申请单 比如你已经认证的发票 隔月了 你又要退货 不是要退货 就是要换票 比如票开错了呀等等 这个时候 咱认证的就得由咱来开红字发票申请单 对吧 咱俩开了红字发票申请单 咱开了红字发票申请单 以后给了对方 对方给他开红票 是不是 一般情况下 咱们这个红字发票申请单 还有这个蓝票 是不是都得是一个月呀 我给你开了红字发票申请单了 按理说 你就得把这个票给我重开 开回来 开了红票 开了蓝票 是不是开回来呀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但是呢 他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做的 他就是到月底的时候 他想起来了 他就开这个红字发票申请单 但是对方给他开不了票 隔月才给他开票 这样的话呢 你看导致什么原因呢 导致呢 咱也不知道 他也没有告诉我 那我给他做纳税申报的时候呢 就没有做这个进项数据准处 还得到售局 即可比对这一步过不去 人家通知咱了 哎呀 又给他重报 做进项数据准处 那么下个月呢 他又把这个票给我了 他下回又把这个票给我了 他关给了蓝票 关给了蓝票 又说他不要红票 那你这样的话 你看 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呀 咱都以为那是他又买来的东西 所以就给他寄重账了 这也会传承一种原因 所以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红字发票申请单 还有正确的发票开回来 尽量让他再一个月 红字发票申请单 和正确的发票开回来 尽量要让他再一个月 一个月是比较好的 而且就是说咱开了 那天我特意问了一下 一个那个财务公司的负责人 因为我不管开票 说实话 这两年开票开的少了 就是咱给他开了 红字发票申请单以后 咱给他提供红字发票申请单 对吧 他应该把那个 复数发票给咱俩 然后再给他一个 正确的那个蓝色发票 是这样的吧 但是呢 他都没有给过 没有给过复数发票 所以就导致他重复记账 这样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跟同学们 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想跟同学们分享的就是 尽量的哈 你当期开了红字发票申请单 当期就把这个蓝票就拿回来 因为你做一笔红的 做一笔蓝的 这个业务就等于是没有发生 没有发生 因为他本来也没有退货 就是换了换票嘛 这个账就不容易乱 否则的话呢 就容易乱套了 否则的话就容易乱套了 退票退货呢 那 如果说没有认证的话 没有认证的话呢 就是他自己去申请红字发票申请单 他自己把那个票充红就行了 因为没有认证嘛 咱们要去认证的话 咱申请红字发票申请单 请对方给咱开红票 如果咱们没有认证 他们 他们自己去申请开红票就行了 红字发票申请单 是发票系统里面自动出来的 他下载打印就行了 那东西不用改账 我把这个保证期间 这都算说完了啊 把这个说完了以后 再看看大家的问题 好吧 所以这个见证啊 七出见证很重要 七出见证实在是太重要了啊 你的七出数如果是不对的 你倒会不会再做 他也不对 因为你本期的发生额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啊 只要是你的科目用的对 你的往来呢 你的往来一般的 他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但是你比如说你在做账的过程中 你创户了 是吧 你创户了 这个也可能会出错 张冠李戴 本来尤其是两个 两个往来户 名称比较类似的时候 可能会创户了啊 再一个呢 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七出数了 所以大家呢 如果说当你对账的时候 你的期末又不符 建议你呢 可以先看一眼那个七出数 看一看七出数上是不是有问题 如果说你的七出数上 没有问题的话啊 那你再看一看你的本期发生 也不迟 你上来对了对 对了半天本期发生 没有没有看一眼七出 你这活不是干的有点冤枉吗 是吧 所以干活吧 你有套路啊 大家得去看着点 民法典呢 第692条说 保证期间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 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啊 这个保证期间没有这个终止中断延长的规定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 但是约定的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 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限同时届满的是为没有约定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期的6个月 注意啊 6个月啊 没有约定 那就是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6个月之内你去行使 你保证的权利 如果你不行使的话 权利就作废了 所以大家行权一定要注意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去行权 你不要说你方便了再行权 你方便的时候国家就不方便了 往下呢 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那么保证期间呢 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宽限期 这个宽限届满之期计算 693条呢 我们说一下说是一般保证的债权人 没有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注意啊 一般保证的债务人啊 没有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是申请仲裁的 保证人就不再承担责任了 这个能理解吗 因为本来我就是个一般保证人 就是那个债务人啊 就是说这个债务人 他弄完了以后 他还不起我才还呢 结果你连对债务人的债务都放弃了 那我凭什么要还你呢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那么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债权人没有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那么保证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啊 连带保证也是一样啊 连带保证也是一样 都是一个意思 质押要转移物的占有 这个咱们给大家说了 对吧 你质押就要转移物的占有 你抵押不需要转移物的占有 而且要注意 抵押的限于动产和不动产 不动产也是可以办抵押的 但是它登记才能生效 那么你这个质押呢 它主要是动产还有权力凭证 不动产是不可以办质押的 一般的单位的会计呢 涉及到借款的话 你都可能要涉及到办这些事的 如果需要对方提供质押担保的 建议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立刻办理质押担保物 或者权力凭证的交接手续 那么仅签署质押合同 没有实际占有质物的质押不成立 将无法实现质押担保的目的 所以说这个质押 它的成立是交付生效 你得交付了这个东西 你不交付那不行 那付款方式呢得可靠 确定付款方式的时候 无论是付款方还是收款方 除了金额较小的交以外呢 我们尽量拿银行去结算 现金结算的是一个经办人签收啊 签收效率啊 是吧 可能会有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咱们尽量的能够通过对公账户来处理的啊 也就是通过银行来处理的 不要去走现金 现在呢 这个现金结算呢 它也不是特别正常 你想一想 你和这个客户呢 相隔千里 你们之间所有的业务都是现金结算 这都什么年代了呀 对吧 老太太买菜都知道支付宝 扫一扫 你这假如大宗购买 企业之间 你天南海北的还拿皮包 跌着现金呀 是吧 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 人就会觉得你 这里边是不是一些虚假的结算呀 大家你想想是吗 但说如果说 比如说你去村里 你去收购吧 假如说你去收购啊 去村里 那你这样的话 你就有可能会是一道现金 聊我们过去的 现在其实也这样 现在也这样 你看这个 确实是现在这个移动支付挺多的 但是有好多村里的人 他不用这个 人家还是要花现金的 还是要花现金的 比如你去田田地头 收购农产品 对吧 你这种企业哈 收购农产品 你收水果呀 什么收蔬菜呀 什么收辣椒什么的 那你还得拿现金 对吧 那你再远 你去新疆 你去西藏 你去哪都得背着 你不给现金 人家不给你东西呀 对不对 那那样的话 你可以在当地开个临时户 用的多的话 当地就可以取现金了嘛 所以这东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不要就是拿我们的思维 去界定所有的人 可能你用的是电脑账 你就会觉得 呀 现在还有手工账呀 当然有了 你先进不代表别人就不能落后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有手工账的啊 而且用手工账的人还不赞少数好多工业企业 因为他一般的都在村里啊 县里啊 我们所说的下边 是吧 那他是得用手工账的很多啊 还比如说这个结算方式 他不是说我们都实现了这个移动支付 现金就不能用了 用 但是你得看情况 两个大企业之间作业 你百八十万上大几百万的现金天天赚着 你觉得合适吗 是不是 不大合适啊 还比如说拿现金发工资 难道我拿现金发工资 你就把我一棒的打死吗 我们这去年 有一个那个局里的专管员 就是调索的税 把人所有的拿现金发工资的 就是把人一棒的打死 他就认为人家拿现金发工资 就全是给人调整 他的同事都觉得他做的不靠谱 那让咱们会计说他更不靠谱了 我拿现金发工资怎么了 对吧 他就是拿他的思维去界定了所有的人 你们发工资是打卡 人家就一定打卡吗 比如咱们用的那附近的那个村里的 这个工人们 是吧 人家可能就没有银行卡 而且人就愿意拿的钱 对吧 因为他们的钱 好多农村里的钱 人家都存在这个 信用社里面 对吧 你给人弄个银行卡似的 人家可能不太方便 比较适合用存折 所以每个人呢 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能说以偏概全 不是说我们都拿微信碰一碰了 人家就得给你碰一碰 这东西你没法这样说 第十二个呢 我说完说完看看大家的问题 别着急 验收意义及时提 这个好理解吧 你比如说你这个在验货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货物有问题 那你得及时说出来啊 你不及时说出来 人家就会认为咱这货物是合格的 一般呢 咱们这个货物到了单位呢 会有一个验收的程序 是不是 有一个验收的部门 会有一个验收的程序 如果验收有问题 你要及时的提 及时的更换 因为有的货物 它就有保质期了 是吧 你不及时的更换呢 可能会导致没有办法给你换了 你的权利呢 也可能就没有办法 得到很好的保护了 还有呢 解除意义及时提 你不想跟人玩了 你也得早说 对合同相对方提出 解除合同 通知存在意义的 如果合同约定了意义的期限 你必须得在期限内提出来 如果约定期限建满后 才提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向法院起诉啊 如果在约定的期限都建满了 也就是你们俩说好了这个时间 提出来问题 可是你没有提出来 过期了 你又去法院起诉 法院就无法支持你了 你等于是没有遵守规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要履行诚信的 我们得诚信 你不诚信是不可以的 合同 他最讲诚信了 最大诚信话 尤其是那个保险合同 比如人身保险受险 那你更得诚信啊 你得到了这个人所有的信息 那你不诚信 我们不承保了 那行吗 不行 对方违约要及时止损 这一点 比如说财产保险 我们合同也是一样 保险合同也是个合同啊 比如说你们单位是不干保险公司的 对吧 保险合同也是个合同啊 你比如说你这个仓库是上着保险的 你万一要是发生了火灾 它是会给你赔付 那你也不能说那个仓库失火了 你在旁边搬这个板凳 看着吧 烧吧烧吧 反正保险公司赔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啊 我们一旦发现了保险事故 你得及时的去止损 当然了 如果你因为防止损失的扩大 而产生了费用 这个是由对方来承担的 可是你消极的对待 放着损失的发生 你扩大的部分人家也是不赔的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是不是 所以说得及时的去施救 及时的去止损 这都是一种 什么原则 诚信啊 都可以理解为诚信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关注诉讼时效 及时行权 客户脱限货款 在且经营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生 那么要注意法律 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 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 这个咱们说了啊 三年 那么可采取在诉讼时效期间 届满钱 向这个对方发送信件 或者数据电文等 可以证明 主张权利的有效方式 进行处理 信件中务必要有这个 这个催请尽快支付 脱限货款的内容 所以说这就是说什么呀 你要让它产生一个 诉讼时效中断的效率 必要的时候呢 在诉讼时效 这个期间之内 你得提出诉讼 你得让它产生一个 诉讼时效中断的效率 什么叫诉讼时效 这个中断的效率呢 就是说 诉讼时效一旦中断 它就会重新计算 你这三年就会重新计算 比如说你不是欠我钱吗 欠我钱你给不起 我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可以重新给我 出具一个欠款的手续 比如重新给我打一个欠条 你重新给我打一个欠条 那这样的话呢 过去的诉讼时效 就等于是归于消灭了 从你给我重新打欠条 这天开始 咱们再重新计算三年 这样的话 我的债务就不会过期 就等于是拿旧债 那新债 这样换一把 这样的话 保护你自己的一个权利 对 就是一年一欠竞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你不会说 这个钱也不给 手续也不走 那么到时候 一旦过了期 反正就不保护你了 明白了 好 这个是我们做一个 会计人员 你需要掌握的 合同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一开始呢 也给大家说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能给大家讲的呢 也没有那么仔细 也没有那么周全 就是给大家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 你可以通过咱们这个 提点吧 或者是咱们这个 咱们这个介绍吧 对不对 你可以去 可以去怎么样 可以去学一学 关于合同上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读读合同法呀 是吧 或者比如说你读读民法典呀 都可以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读民法典了 因为民法典已经实施了哟 所以新法优越旧法 那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明天咱们还接着讲 明天咱们开始说一说咱们的基本功 就是做一个往来会议 你要有哪些基本功呢 我本来还想给大家说一说 咱们学堂的这个业务 但是呢 你看看这个 这个东西我打不开了 打不开了 明天再说吧 我现在看看大家的问题啊 没有收到实说资本 不是需要 不需要交印花税啊 不用交 你什么时候资金入账了 账面上增加了实说资本 确确实实是拿到了钱 你再去交印花税不迟 不是说你按照那个注册资本 把它交上 不是的啊 注册资本 如果没有真实入账 不需要交印花税 明白了吧 销售部员工奖金多 给的避税 有的员工要在外面开劳务费 作为报销 把奖金领走 那他是你的员工 他本身你和他之间就是 什么关系 他跟你是员工 你们两个人本身之间就是 一种雇佣关系 雇佣关系怎么又发上 劳务费了 这个不合适吧 再来说了 他这个劳务费 他这个劳务费的税 那按劳务报处的话 可是比工资交的还多呢呀 他合适吗 对吧 生产过程中耗损的那个材料 你可以入成本 就用产品的这个成本去承担了 你比如说那些废品 是吧 那些废品的成本 其实就让正品给承担了 所以你这些损失 可以让正品去承担 就入成本里面去就行 太多的话呢 那就不行 所以你还得看 你这个损耗是什么理由 比如正常的耗费 你可以让成品去承担 如果说你非正常的 这得走营业外支出 得走财产的清查 所以他得看情况 你这个社保的问题呢 是一个当地的征管问题 所以我觉得你还得看看 你们当地管理上的事 我给你不太好说这个事 小哥们怎么了 你这个问题上面是要说什么 小哥们怎么了 小哥们跟一般大学一样 就是增多税交法不一样呗 对吧 这个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你给6%的开发票 那你的税务是什么呀 你是不是设计服务 是不是 如果你是硬刷厂的话 那么你加工印刷 这个是13呀 但如果说你是设计服务呢 那就是6啊 你肯定提供的服务项目不一样 所以才会 才会产生 才会产生那个什么 才会产生你的那个 税率不一样 对吧 又不一样吗 买不动产 你买不动产要备注吗 不动产是出租 出零 对方出售是吧 你这属于是发票换一下 你如果说已经认证了 你不需要退给他 但是你需要给他开红字 发票申请单 他收到你的红字 发票申请单以后呢 他先开红票 再开蓝票 他应该把两两红票 和蓝票都给你 我这个特意咨询过 我们这儿的财务公司的负责人 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因为他拿那个正联的 复数发票记账的行了 你需要证明你退过 你退过过 然后你又开回来了 就是把这个业务的过程 描述了一下 实际上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结果是没有影响的 这个问题我说清楚了吧 就是要换票 对吧 因为没有写对注 可以啊 他撤资了 你当然要给钱哟 他撤资你给钱是应该的 像这个账子配 他撤资了 你给钱是应该的 进一项系统的发票 总比实际收到的多 你这个必须得拿到发票呀 你看啊 你只要是这个发票 在系统里面一开 他就有了 只要是对方给你开了装票了 那你这个发票系统里面 他自然就有了这张票了 他没有给你发票 那你得跟他要啊 这怎么处理 很远的 你跟他要呗 你把票要回来 他都给你开了发票了 他为啥不给你啊 对不对 咱们在报税系统里面 只能导出来报表 你的报税系统里面 哪有账啊 是不是 报税系统里面 只有报表啊 没有账 你只能是根据 报税系统里这个报表 只能是根据 报税系统里这个报表 去建一个账 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 你说的对着了 你比如说 你的银行也对不上账 是吧 银行对不上账呢 一般的你先要看一看 你对账单上的余望 和你那个银行日记上 这个数是多少 看一看 有没有这样一笔数啊 正合适 对吧 如果没有 那再去看 从哪一笔开始对不上的 然后去倒推 然后再去找 能对不上那一笔 这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 逐日逐笔记上的道理 大家你想吧 你越是 在工作中 你越是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那种逐日逐笔 按业务发生 先后税计 记日记账的那个好处 你等你一下子 需要对账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好吧 那我们就这样吧 同学们 那可不行 你得跟他说 这证明单位管理很混乱 专用发票 怎么可能会丢呢 专用发票 如果说是丢了的话 你找对方 让对方从开票系统里面 拿白纸给你打一张 因为发票是可以反复打印的 让他拿白纸给你打一张 给你打完以后呢 给你盖上一个发票专用章 再给你盖一个公章吧 我一般会这样说 因为你盖上公章 代表是他的权利 他的效力 你拿这个入账 必须得找 这可不行 证明管理很混乱 代发农民工工资 你得做工资表 代发农民工工资 是要做工资表的呀 是不是 劳务公司管理人员能啊 怎么不能啊 劳务公司的管理人员 他也是管理人员呀 都得可以领工资 我给这个问题说完哈 说这个辅税年底 附加税没有集体吧 内进税金基本价 所的税贵算需要调吗 你 你们那已经结束申报了吗 如果说你们那没有结束申报 你反结账一把呀 你反结账一把 把它补上不就完了吗 对吧 如果这个金额比较大的话 那你锁的税 会断清缴的时候 做一下调减 但是你明年要做一下调增 你就对于可以反结一把账 反结一把账 这不就比较省事了吗 对不对 有兼职和临时工 兼职和临时工 这个属于劳务报酬 他要给你开发票 你按劳务报酬给他报个税啊 202212月既提印花税的时候忘了减半了 你忘了减半了就等于把费用提多了吧 应该没有多少钱吧 是吧 没有多少钱 你看你这个跟刚才那个朋友一样 你能反结账吗 如果你能反结账的话 你就把它反结回去 因为你必须是已到年底了 是吧 如果你不能反结回去 你就在一月份把它更正掉 然后如果金额比较大呢 会寸清缴做一下调减 但是2021年你还得做一把调增 如果金额不是很大 就那么多钱几百几千 你也就那样就行了 记得当期也就可以了啊 次反发表运收运富大于应收应付 怎么调账合适呢 这我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 什么叫运收运富大于应收应付啊 运收运富可以大于应收应付啊 你这是用几个科目呀 是吧 不太清楚你要说什么 个底户啊 个底户报个水 劳报酬个水 售局都会给你合报表 合报表啊 提供什么发票啊 给农民工发工资料 为什么还有发票啊 你给他给他那个 做个工资表不就行了吗 难道你还让农民工去 市场去带开发票啊 这谁要求的呀 对吧 你得看税法啊 他不是说你老板让你怎么样 不是你们公司不想给他交税 劳报酬 个底户按经营所的报个税啊 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吧 同学们 明天晚上我们接着说往来快递的基本技能 啊好了 感谢大家 再见 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再去咨询一下咱们的快递问啊 咱们的快递问呢 有小程序 有专门的老师给大家做答疑呢 啊 好了 那就这样吧 同学们 有问题的话 咱们明天再说 你注意不是说你们公司想怎么样 你要按法律的规定去办事啊 好嘞 那就这样吧 再见 再见